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方兆华先生 在讲话中代表省美协 祝贺画展圆满成功 愿河南美术更上新台阶 台湾知名教育家王广亚先生的代表 李玉宽博士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省政协主席严静明先生 原省委统战部部长吴守全先生 省文化天厅长王传珍先生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威先生 为开幕式剪彩 这次展出的一百多幅作品 绝大多数出自中原画家之手 那酣畅淋漓的水墨 与简繁得体的取舍 充分体现了九十年代中原画家 强烈的现代意识 与高品味的艺术追求 挥洒四亿的笔墨 与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则更显示出画家们 深厚的传统功力 和对生活的深入开决 九十三岁高龄的 我省说话泰斗谢瑞基先生 为画展提写了 中原佛天晓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葛继谦 为画展提写了 大家之作展时代风采 台湾著名河南籍教育家 王广亚先生 为这次画展的举办 鼎力相助 并提写了 《黄河文化》几个大字 他动情地说 离家数十载 我乡音不改 心细故里 看到家乡这么多艺术家 高品味的作品 我激动不已 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发源在中原 中原人民 应以自身的价值 体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与远远流长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威 副主席李自强 方兆华 也都展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 去年底 曾应邀在台湾国附纪念馆 举办大型画展的理会生 马国强先生 此次为画展推出的立作 则更加吸引了 众多的书画爱好者 驻足画前 全国著名书画家崔子范 魏子熙 赵梅生 赵玉 刘依元 石祺 鲁木逊 祝涛 问宇 白庚岩 岩泉等 以及旅美画家王继谦 李苏宇 澳大利亚美协主席 翁真如等名家 也都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 为画展天才增色 前不久 前不久在全国第八届美展中 获大奖的我省青年画家李明王颖生的作品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纵观整个画展 作品格调高雅 清理洒脱 笔墨秀进 泼墨血液所营造的宁静突俗的境界 让人感到画家淡薄甜意的创作心态 体现了画家即学识与造型能力为一体的清幽思谷之情 即地灵之变 广览墨海英才 共襄民族文化 拓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之盛举 是举办这次画展的根本 是啊 多少年来河南的美术在全国位居中有 处于尴尬境地的河南画家都憋着一口气 他们拼搏努力已逐步走出了低谷 我们相信 通过这次画展展现在河南美术界面前的 将会是一个广阔而美好的未来 再次画展展计仙台 和美术在全国禅各地的声音音 revoluc 表演 kolej重相看 其他的影响 那下非常有意的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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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